大家好 我是文睿 大家在这个烧水的过程当中吧 都看到过这样的现象 就是你在刚开始烧水的时候呢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这水呢还是比较平静 然后呢 你再往下看的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在水里面 还有气泡产生了 一个两个三个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气泡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然后到最后呢 在很快的一个时间点 它就这个水就烧开了 然后它就产生了这种质的变化 大家都有这种这个经验了 我就感觉中国目前的这个局势 就是处于这个水啊 就要烧开的这样一种状态 起码我这种感觉 它这种就是说 像那个水的气泡一样 就一个一个不断的出现 这就每个水的气泡 就像一个大的事件一样 而这事件呢 以前是就是很小 好像没有达到那种质变的状态 但是现在呢 就是越来越大 开始朝着质变的 快速的往前走 今天大家都看到消息了 就是美国呢 已经正式宣布 就是抵制北京冬奥会 它这个抵制呢 只是在这个政治层面啊 就它的这些官员 那个不出席北京冬奥会 那么它不是全面抵制 然后因为它的这些运动员啊 它还是可以去参加这个北京的冬奥会 但这个事情吧 我觉得它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对中国的冲击啊 应该说对北京 对习近平的冲击啊 是非常大的 它是有质的变化 为什么这么说呢 咱们一条一条来讲啊 首先这个美国做出这个决定以后呢 那么中美关系啊 就不可能再回头了啊 中美关系只能不断的恶化下去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习近平的性格啊 习近平他面对这个情况 他会服软吗 他会承认自己的问题吗 不会的 他一定还会让这个什么 这华春莹啊 或者让王毅他们继续说啊 我们没有问题 我们就是正确的 都说你美国美国怎么怎么有问题 继续加速 肯定是这样 那么这种 这个加速就会变成一种催化剂 让中美关系啊 越来越差 越来越差 那么它会导致什么呢 那往下走 那就有可能是脱钩了 对不对 甚至美国有可能把这个 北京脱离 剥离出这个美元结算体系 然后我们可以想到的 那么美国可能和台湾的关系 就越来越好 帮助台湾加入联合国 甚至有可能正式建交 这些事情 我们现在都可以想象了 是吧 那所有这些事情 就说美国跟中国的关系 变差以后啊 对美国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影响都是有限的 但是反过来 对中国的这个影响 方方便便 它就简直太剧烈了 这个大家从华为 这两年的变化 大家就可以看到 美国的一个实力啊 以前我也多次讲过 美国可真不是好惹的 对吧 你真把美国惹的惹怒了 那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不信咱们就一点点 看这个事情啊 这是我们能看到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那美国这么多 他会一个人做吗 当然不会了 美国过两天 不是有这个民主峰会吗 在这样一个时间点 美国把这个消息抛出来 那很有可能 我觉得基本上 他就是要在这个民主峰会上 他要继续说这个事情 然后让大家来一起 抵制这个北京冬奥会 这个就是美国他的用意 大家觉得呢 对吧 那么其他的国家 会不会跟着美国一起做呢 我觉得这个概率非常大 首先 对吧 别的国家 就看中美实力吧 他站边 他也会站在美国这一边 况且这些年吧 就北京也好 习近平也好 他们各种各样的加速啊 把这个全球的很多国家 很绝大部分的民主国家 都惹的差不多了 大家早看你不顺眼了 对不对 心里面都一肚子气呢 是吧 就像在村里面 对不对 有一个这个坏人 对吧 这个横行乡里 大家都对你已经 已经非常非常不满了 这个基础已经有了 突然有这么一个人 对吧 敢站出来 针对你 那大家就跟着一起来 对吧 痛打落水狗 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 他这个整个这个基础已经有了 美国这边一带头 那很 咱不敢说百分之百吧 很多国家都会跟着来 我们能看到的 比如像澳大利亚 什么立陶宛 欧洲 捷克 斯洛伐克 等等 很多国家 对吧 都会跟着一起走 到那个时候 大家也在想 对不对 别的国家都不去 你说我 对吧 去了以后 我站在那个奥运会开幕式上 对不对 我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电视这么一转播 我都没面子 我跟习近平站在一起 好像我给他站台一样 那很多政治 他都会有这样的考虑了 是不是 所以呢 整体上吧 就是说 他会形成一种大的 这个全球的抵制的 这样的一种浪潮 那么 北京对此会怎么回馈 他还是会一贯 沿用习近平的那种方式 他是不会服软的 他不是 是不会承认自己错误的 也就是说 这样下去的话呢 那个北京和全球的这种关系吧 也会越来越差 基本上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 这样的话就隐身到第三点 第三点就是什么呢 你跟全球的关系都搞得很差 对不对 起码从经济领域吧 可能就要产生脱钩 或者半脱钩的 这样一种效应了 那现在中国的经济 本来就已经非常非常的糟糕了 各个方面都是这样 我就在这不赘述了 大家都看在眼里了 那么你再和这些国家 关系交恶 脱钩办脱钩 对吧 失业就会更严重 很多外企业就会加速撤走了 对不对 包括进口出口 都会有一系列的问题出现 国内的能源短期的等等等等 这样的话呢 民生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老百姓就会越来越不满 那这种不满呢 他又会反过来 对吧 传导到北京 传导到习近平那去 那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对吧 这是我们能看到的第三点因素 第四个因素呢 就是体制内部的这种状态 对吧 他整个全球吧 对于北京的这种抵制吧 其实很多 他是直接针对习近平来的 对吧 你说他对北京这个体制不满 是一方面 很多他就是直接针对 他其实就是对习近平不满 那么在体制内部 很多人都也对习近平不满 对吧 那现在这个事情真实的发生了 抵制北京冬奥的这个事情真实发生 那么体制内的很多人就会觉得都是习近平的责任 都是你搞的 要没有你的话 我们不至于这样 对不对 而且很多人在海外也有很多的这种利益 在体制内的这些人 所以他们就会对习近平更加的不满 那么体制内的这种 对立啊 体制的那种斗争啊 他就会更加的激烈 这个就是我们直接就能看到的 对吧 你说导致这个体制走向完结也好 导致习近平下台也好 你说他主要的因素吧 就是那么几点吧 以前我强调过国际社会的压力 然后国内的这个经济下滑 然后体制内的权斗 包括习近平的加速 那么从美国抵制北京端奥会的这个事情开始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四点 一定会持续的恶化下去 和国际的关系越来越不好 经济也越来越好 权斗越来越激烈 习近平也一定不会改变 他还是会保持他那种性格继续加速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现状 所以说那么往下来会怎么走 我觉得事情会怎么发生 具体我说不清楚 肯定会越来越糟糕 事会越来越多 不信咱们就一点点慢慢看 那么现在就是说 基本上他维持在 就是说抵制是一些政治人物 他们在这个出面抵制 那会不会发展到 就是说运动员也来抵制 这个事情咱们还得往下看 当然运动员都是比较珍惜自己的 就是这样的机会了 但是也不排除 可能有一些国家的运动员 就真的站出来抵制 或者有一些 就是说水平很高的选手 站出来抵制 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因为现在还有这个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时间还很长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很多时候就是瞬息万变 它就会出现 我觉得在这次民主峰会以后 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消息 就会进一步报道出来 那到那个时候 大家可以设想一下 在那样一个大的环境之下 这个冬奥会开幕了 开幕以后呢 去的政客 寥寥无几 去的也都是什么 什么非洲啊 什么北韩的 就这样的地方去了 然后呢 运动员呢 也有很多著名的选手 没去 比如说 这是我的猜测了 那那个时候呢 整个 这个 冬奥会吧 习近平本来是想给自己脸上贴金的 但那个时候呢 就是实实在在的 这个冬奥会 就变成了习近平的 一个在全球出丑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运动会了 但是习近平还不能不开 这个会儿他肯定得开 你说那个时候 全球转播的时候 你说习近平也多尴尬吧 所以呢 现在吧 整个我就在讲 他所有的事情 都在朝着这个 质变的这个方向在发展 就像我刚才讲的 烧水的水 水泡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我看呢 这个体制也好 习近平的权力也好 维持不了多久了 没准还真就 就像我以前预言的 就到这几年年末 这都有可能 现在咱们虽然时间很短 但是也难说 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咱们就一点点慢慢看吧 行 今天就聊这么多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